柯文哲到桃園和同黨令委選將 賴香菱一起成立多元族群後援會 筋定要走自己的路 確定侯柯沛破局了嗎 如果要整合應該是 應該是用盛選 紀律最高的團隊來組合 正確的講法還有一天半 那就深入西方輕鬆繼續努力 昨天中午有跟江俊廷 他們其實在總統選舉上面 還是期待是侯柯沛 那民主黨立場當然是 沒有侯柯沛這個選項 但是如果是柯沛沛的話 大家可以一起來 柯文哲說要整合 但今班主任和國民黨副秘書長會面 卻表達只願柯侯沛 柯文哲一面派幕僚和國民黨談 另一方面自己在十五個小時內 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兩度會面 到底談什麼 是不是在談部分局的部分 不是啦 人家 人家 我跟你講 郭董是大老闆 不會那麼多 郭伴說只要您這邊 願意點頭的話 就可以促成柯國配 那個郭董的級別已經超過這個 請問一下副手備還是走開臉 各種的方案我們都準備好了 藍白河眼看即將破局 課辦幕僚上節目頗有為詞 我老實跟大家說 我其實柯文哲本來想要就退了 退是什麼意思 就是也不用說讓 就是就讓你們選 這讓3%這件事情跟比民調 已經是我們所能做出來 就是希望能夠這樣子去整合 兩邊選民的 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 但當我們發現 這個最好的方法的過程當中 有人還是要用牆逼的方式 然後導致這個內部 或者是支持者有很多的反彈 他就不會有 我們想要的整合的效果 柯主席一直非常關心 因為中究國民黨提名的人數比較多 那總是方方面面能夠幫得上忙的部分 其實不管是柯主席本人或民眾黨團隊 都會一本初衷 總統答不成還能立委合作嗎 柯文哲想輔選藍贏小雞 到底對誰有利 得先問問國民黨願不願意 柯文哲的幕僚 柯P的陣營打空戰 真的有他的一套 因為溫大哥你看看 柯文哲八爪後期都簽了 他也可以說不算 而且現在 昨天陳志涵在節目上 他爆這個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樣的馬後炮啊 他說其實柯文哲 本來是想要退了 就讓你們國民黨選 後來解釋一堆 後來因為過程當中 民調等等的方式 有人用強逼的方式 那我們覺得這樣達不到效果 所以就不要了 意思說我們本地要犧牲了 是你們中間在這民調的解釋 在那邊歐白目 所以到最後 才放棄了這樣的說法 那今天陳志涵有最新的他的解釋 到底這個退是什麼樣的意思 他說他昨天講的那個退呢 是指退讓 希望退讓讓在野整合成功 而不是整個退選 這全部都民眾黨的威力 都在他們說的 來溫大哥 民眾黨說起來是清除以難 而勝於難 所以國民黨要跟他剛才無 無不及了 現在被倒打一把了 這就是你把柯P這部分 他就說柯文哲的SOP跟你的生活都不一樣 他就說得很白了 而且這幾個月我覺得最嚴重 他說他心情不好 所以說都假售 更痛恨民進黨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這些保守都是民進黨家的 他現在柯一路 你說要怎麼樣 師医生 柯文哲那時候也不會選台北市長進行 整天都走去建國北路 建國南路那去上課 張錦森請一割民進黨的這些傲人 變成家教班這樣擱捕 所以民進黨的這些保守他都擱到 他現在都知道你民進黨要無事 所以實際上我們不是說欠和不欠禮 和不起來嘛 八字不和嘛 根本就是各法的過態你要如何和 你只看趙勢的時候 他說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身份占到底 這就說得很白啊 保守也白紙黑紙出來 只有侯友宜還說我要當兩岸和平促進者 現在是開始要在哪裡撿了 你還說我是要促進兩岸 所以姬同鴨獎 姬同鴨獎 但是國際上大家看是 這是日本的澳洲新聞 日本的朝日新聞的下 他們原來認為說 夠多的時候 可能還是有得到郭台銘 這是四年前的事 各位要了解 但是郭台銘現在剛才在幹事 你想看 他跟聯署在裡面 農總有五千開 今天是死人 現在開始對 另外一個 這個努力 提出二十五萬分 可能兩分過關 另外一個電腦一查 陳什麼火 說起來的陳美火 他根本就黑白目 但是郭台銘現在面臨的時候 開始追究 到這兩天 還有有紀戰那邊 還有人會抓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局 我們看新聞 有時候會無沙沙 但是我認為 出而反而 這一個 這已經可以定派了 你如果說聯合報的社論 剛剛說 這下一個目標就是政黨輪替 那是天荒夜譚 怎麼說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這局就是馬上 眾志成城 在後面 你看當場破局 說起來那是很囂張 本來就說 好 大家說好 民調 怎麼樣 民調的事情 看報告有時候看 很多火 因為統媒 減太多 現在只有 自由時報 現在說名字 一一二二 最後 確認 但是可能 侯友誼 撞不住了 他想說 就不在開關三點 都要總有一天等到你 整個四點 我就開始把你先拔 四點要開記者會 可能就是動不住 你無來無去 這 大家看 好像說 行事大豪 要開始 朱立倫說的 2022大勝 達到了 2024要執政 又撞到這個 部分區第一名的韓國瑜 韓國瑜雄 我們沒有說什麼 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各位要記得 這個是他的名言 這就是國民黨部分區第一名 能撈就撈 能混就混 他又要回來撈 又要回來混 你知道嗎 過去我們都要一直說 這個讓這個 是不是有什麼氣寶效應 公元2000年政黨輪替的時候 這是我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口 這樣 聲音多大 我那時候再把財訊頂出來 你想說那就是自欺欺人 國民黨一貫如此 因為到現在還不知道 民調根本那是參考就好 大家送就好了 這次選民 如果說 你包括2004年 319槍擊案 整個爆發嘛 對不對 你民調頭前又怎麼做 其實都沒什麼 我感覺柯媽姻母說得最好 他做的選服就不用選了嘛 姻母這樣說 柯文哲感覺說 我沒聽你的話 不可能嘛 所以 我是感覺我這局 算得多 應該啦 就像蔡美如 剛才有說一些真心話 他就說 這 開始會如何 會如何 這事實上 各位大概不曉得啦 上一次總統代算 柯文哲就跑去內政部要領 總統的申請 去蔡美如破局了 是這樣 他跟他的新聞情收起來 就跟他的郭美蘭 跑去要登記 尤其生意說 沒炸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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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要他領 新聞情也沒有 總統會說 不好意思 失禮 你沒辦法 本身也沒來 新聞情也不夠 你要如何登記 有這局 所以 民眾黨很會演的 你看就好 我看侯友宜是撞不到的 再說好 四點大家來見真章 我好好做事給你看 民眾黨真的很會演 侯友宜是不是真的不是柯P的對手 因為現在整個風尚都被柯文哲帶著走啦 甚至連郭伴也都出來講啦 柯文哲一點頭 什麼合作都嘛可以談 等一下回來 民眾繼續來幫我們補充